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2比1击败海地队,教练,我们想被击败都难,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,中国U20女子足球队,迎来了自己在本届法国世界杯中的首个对手海地队,海地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一样,女足强男足弱,在5号早晨,中国U20女足队,进行了加时训练,除了训练技战术与基础配合以外, 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心态调整课程,对于中国U20女足最最近的状态,主教练皮特表示完全没问题,可以让这群姑娘们放开去梯,在采访中,主教练皮特说道,为了本届世界杯,我们整整准备了七个多月,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加强自身的锻炼,各方各面都有很大的进步,我相信现在的我们已经是最好状态, 我们准备好了面对每一场战斗,对于这次比赛未来获得的成绩,教练皮特显得非常自信,他表示,不论中国U20女足队和哪一队进行比赛,我们都是可以应对的,每一队的风格和我们都不一样, 所以在一些方面,我们可能会不如对方,但是中国女足有自己的风格,我们会把比赛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之下,虽然这很有难度,但是对于现在的U20来说,已经不成问题, 无论对手是谁,我们想被击败都难,因为这是中国U20女足队首次登上世界级比赛的舞台,队员难免都会感到胆怯, 皮特说道,紧张没关系,其实紧张也是好事,如果让我陷,在上场提比赛我也会紧张,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胆怯,胆怯意味着退缩,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平衡点,而且比赛中的意外随时都有,而我也相信球员们知道自己如何处理突发事件,他们是最棒的, 果然,中国女足小将没有让球迷们失望,在比赛中第13分钟赵于杰接泄起人的船中投球破门,配合行云流水, 而且女足门将还忙突出对方一颗必尽的任意球,引发全场欢呼,就连海地的观众也为这一扑就喝彩, 第46分钟金坤右路船中助攻沈梦宇扩大比分,第77分钟海地对蒙带着命中点球扳回一分, 最终中国队2比1击败海地队,暂排小组第一